蔡惠玉续成定南基金会推荐的杰出企业家 也曾获选英国科技企业楷模 13号上午在苏澳镇长李明哲 现议员林佩颖等人陪同下 来到民进党宜兰县党部登记加入民进党 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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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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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入党展现从政决心 蔡惠玉希望争取代表民进党出战宜兰立委选举 希望能够为民进党贡献一份心力 希望能够为宜兰的相信付出 能够做宜兰相亲 符合宜兰相亲的期待 木吉兰选区绿营在城河破宣布退选后 人选人就不明 日前党团推荐五位名单 包含蔡惠玉 中央续产会董事长林聪贤 县党部主委陈俊宇 前夫县长黄旭超以及律师林果章 来营部分则已经确定会派出县议员黄真廷参选 除了蓝绿 其他政党对于宜兰选区也有动作 我们宜兰县的区域立委 我们现在是准备踩这个征召的制度 征召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大概有两三个人 以及提报中央 民众党虽然还在提名阶段 但部分居立委陈晚会护神最高 传出将被征召 基金党则是确定由党部主委林一平出战 以来立委选战各党人选逐渐浮上台面 多党都有一角逐竞争激烈 光是民进党这区就提名五人 才会与积极争取党内征召 最后有谁出现备受关注 三星期会用黄贵旅站 宜兰采访报导